目前是FNS的这个冲球 他当然是冲得还不错 而且看到母球控制的也很好 有球进的 现在FNS取得6比4领先 Mano Manano 在这次比赛可以说是令人印象深刻 不过他还是比较陌生的一位 大家来说 FNS在菲律宾毕竟是老大哥 Mano Manano要向老大哥来挑战 并不容易 FNS选了大花 其实FNS也会紧张在比赛场上 当时他在90年代在美国是一名惊人 赢得了许多的比赛跟奖金 但是在8号球的比赛当中 最后是由My Seagal来终止了他在美国的一个连胜 当然My Seagal也进入了名人堂 但是My Seagal在94年的时候曾经已经宣布退休 所以他这段期间多半是担任电视的球评 或者是担任杂志的封面人物 以及推广花石撞球的运动 对真正在竞争的这个比赛 国际花石撞球 IPT这个组织成立了 那希望就是My Seagal也 在这场比赛之前先举行了一场 就是My Seagal对上女子选手 这个Lory Jones的准备听牌了 他的同乡的小老弟 My Seagal恐怕在这个比赛场合 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要把机会做给家乡的老大哥 Evan Refs 魔术师 但现在 这一次的从球无球尽的 马罗马拉罗要上来咯 马罗马拉罗一开始呢 是4比3领先 然后接了下来是连输四局 Evan Refs等于后来居上 马拉罗上来好像也并不是很喜欢 也还在犹豫着到底要选 小花大花 看起来准备是小花 他现在可能连小花也不太好选择 真的 这个时候很麻烦 他在瞄着 现在还是一个open的一个球局 不过他 他是选13号球吗 结果这个Evan Refs 其实运气不差 他这个冲球无球尽了 对手已经上来了 可是没想到呢 这个马拉罗反而是没有球可以打 哇 这真的 一般说来 有一些选择了 如果带口附近有球的话 就选择那个花色的球 那现在 没有 又没有球尽了 没有球尽的情况下 哇 Evan Refs呢 上来了 但是Evan Refs 好不好选呢 这也很难说 我们看一下 哇 这个 当然这个情况呢 八号球差一点点打进了 那么刚刚的情况如果进的话呢 他就输掉这局了 已经输掉这场比赛了 这是违规的 那刚刚呢 他选择的是 大花 但是只有在冲球之后 在开放球局时呢 可以先集 这个 这个别的球 然后呢 去Kiss那个 他所选择的大花球 那现在Evan Refs呢 好 好 好 现在这个大花 他选择大花之后 那现在有两颗球呢 黏在一起 一个小花 一个大花 这是比较麻烦的部分 不过他先解决其他的球 看能不能 这个Kiss开来 他尝试着想要把这个两颗球给撞开 可是还散开来了 两颗球连在一起呢 会对Evan Refs之后 接下来的处理 构成一定的麻烦 但他先解决其他的球 这种长球 Evan Refs状况不错 然后 还是做了 相当好的一个大花 现在Evan Refs呢 有机会 他现在做一个拉杆呢 现在这个地方 觉得是不是又有点犯了一些小错误呢 Evan Refs自己在苦笑 看起来 接得下来这球不好做 但其实看一下 有没有办法撞开 现在这个剩下的 这个大花 当然下边呢 还有这14号球呢 要处理 先打好再说 但那个13号球 跟5号球连在一起 这种长球 Evan Refs呢 可以说非常好 Evan Refs现在 这球看一下 相当的棒 你看做科兴以后 他当然会不会考虑要选择做中代 不过由于他的母球 被2号球给挡了一下 所以 现在 他现在准备要灌球 他准备要灌球 这进右上角那个底带 他准备灌球 相当接近了 已经 不过这时候只能苦笑 因为母球控制 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两个球呢 连在一起 相当麻烦 不过他很 至少没有违规 很干脆的 打到大花 这大花呢 差一点撞1号球 可以斜进了 但是没那么 运气没那么好的事情 那即使马拉罗上来的话呢 1号球跟2号球 也并不好处理 另外这边4号球 7号球 所以小花确实 是不好处理 那现在 这时候看看 马拉罗怎么做选择了 目前是7比4 Evan Reiss听牌了 但这一局 马拉罗恐怕 也不好做 像这4号跟7号 4号跟7号 当然呢 是并不好处理 先打这个2号 哦 哇 大花球也没进 这个球 这个球怎么会这样子 当然 是在压力的情况之下 母球也要控好的情况之下 哇 当然F&Rs上来以后 恐怕也不是特别好 那13号球还是被这5号球给挡到 所以 是准备要先科兴 F&Rs也不好过 所以这场比赛呢 反而在这局 两人呢 上上下下 马拉罗刚刚这2号球没有进中袋 看起来 应该没问题了 好 而且最后母球做到了8号球这里呢 完全散开了所有的小花 F&Rs魔术师呢 挺进到了最后的冠军决赛 也并不让人意外 魔术师F&Rs状况正好的时候 现在准备向巅峰来挑战 剩下最后一个障碍 他就要爬到封顶了 KIM OF THE HILL